断我修善是自己的本分 为什么呢 我们自信里面纯净纯善没有我 我不是先天的 善是先天 我是后天迷失了自信 被外面境界的诱惑染无了 所以他不是自信 这个道理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断我修善是自己应该要做的 这就是我们到这个世界来 我们所要做的功课 这个功课做得很好 来年你就升级 来生就升级 那就不知道到人间了 到天上去了 天上修得很好了 玉界天修得很好 就升色界天了 色界天修得好 就升无色界天了 往上升了 这是我们佛法里面讲 数除步步高升一直到成佛 这个时间长 那修得不好呢 修得不好就堵落了 留级降级 我们这三十个人呢 莱森死了之后 还到人道来投胎 好不好呢 你们想想好不好 留级啊 就像念书一样是你念一年级 明年时候还要念一年级 老升不上去 这就是为什么升不上 你在人间功课没做好 所以你升不上去 你看看佛格我们讲的 人道是中平时限 是人道 下平时限是修楼道 上平时限是天道 那我们在人道里头 要能把中平时限做到了 留级 如果要是搞得不好啊 搞得下平时限 下平时限还做不到的话 就降级 那就错了 应当怎样呢 应当把这门功课修到什么 修到上平时限 你来升升级了 升到御节天去了 这就对了 如果你能够修成上平时限 了解这个诸法时限 这个大陈经训习多了 读多了 听多了 懂得这个道理 我有上平时限 我不升天 我念佛求生进土 那就是善道大师所说的 万修万人去 没有一个漏掉点 你具备了往生的条件 往生条件是 不可以少善根付的因缘 得生必顾 那你这三个条件都去除了 弟子归去除了 这个条件就去除了 你就决定得生了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所以你真正的功夫怎么用法了 你这样用法就没错了 就对了 这个客服贪嗔痴的息期 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息期 余生俱来 不是说你这一声学的 你听评众 你听的那遍 你评众 我听的听说 她说你什么之后 我听的 你 Spotify 我听的 你唸